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老师明示指引方向 在大陆从一开始我就想真正就是帮助我去过的地方 全球都是一样也不止大陆 我希望能够把好的方法带给这些国家地区的人 能够学到好的方法他们就可以对身体有一层保 多一层保障 但是经过这几年来我也发现这些半般教学的或是用原始点的 到最后常常都会变质经不起环境的诱惑 然后会找出很多理由尽量把它商业化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不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吗 原始点鼓励大家发善悦 然后来帮助这些民众 但是很多人培训的目的他真正的目的就是想经营就是想赚钱 那第一他们开了那么多按摩店就像这个说的 那他们交的越多反而原始点越财 理由很简单啊 因为他们的手法也未必合格啊 那他们交的可能都交偏了 然后又要收费 这个把原始点的招牌早晚都会搞砸 但是我也很无奈 真的遇到这些我又管 当然我人在台湾也管理不了那么多 那我想他们这样做 对原始点我当然我是不认可 但也很莫可奈何 我记得早期也认识几个 就是在大陆他们都跟我讲 哇我这一生一定要推广原始点 看起来好像满腔热血 真的为人民百姓想做一番事 那最后看到最后 就借助网站啊平台来讲原始点 然后来鼓励人民去那里培训 然后进一步就收费了 那就是该搞民跟利 都是这样的模式 甚至还有人我讲难听一点 真的不知羞耻 我在这里已经讲了好多遍 那这里的资料 全部都是有有著作前的 那他们还是有人 还是把我现在讲完 然后就剪接到他们 然后就利用他们的网站在传播 那你剪接片段 你已经盗取我的智慧财产权 你连这个都不能遵守 你是在帮原始点啊 像类似这种不只开按摩店 我也看到很多乱象 只要原始点好 他们恨不得就赶快成立一个网站 然后背后又在卖东西 所以这些慢慢都会 因为人心的不存 然后加上立之所趋 那原始点要一片 让大家看到正面的 就越来越困难了 这样的乱象 对原始点的推广 当然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的 所以但是大家我希望说 能够避开这些最好的方法 还是直接看我们直播 那我们直播这里 会告诉各位正确的方法 那你们既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别人 唯有这样才能够 让这些乱象慢慢得到一些改变 也只有显正 才能把这些乱象整治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看这个影片 那至于他们要怎么开 我也实在管不到 那这些如果他们做得更差劲一点 我相信政府也会去管理他们 我们也就不用多费心了 好我这个就说明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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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